為著家鄉台立核心交流 日本雄川中央核心 來到六年國中 進行兩間學校的交流活動 透過表演傳統文化 武德 朗玲 介紹自己的大聲視 也來安排接台家庭 驕債體驗 讓日本和台灣核心 感受到兩個國家 不一樣的魅力 當年的良心 對著兩諸拜登 衝動又震撼 這是六年國中和鄉川中央 交流台灣的特有文化 六年國中學長 院子園標示 學校每一年 都會跟日本鄉川中央 鄉川中央交流 主要希望 讓學生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差別 並且不用學生的國際觀 這次鄉川中學跟春藝所來訪 入民國中是由 鄉川村藝所井口征 教育主事跟鄉川中學校 三輪簽職校長 帶隊前來入民國中參訪 總計有學生是12名 跟11名 鄉川村藝所租軍跟教職員工 到訪入民國中 那接下來會有為期1點半的時間 在入民國中做教育參訪的活動 今天早上主要是兩校的交流互動歡迎會 也在這個交流互動歡迎會 入民國中將以松川中學校 進行國際交流的夥伴 做視訊交易的連結 正式在歡迎會上面 大家互動做宣布 接下來是學生入班到入民國中的正式課程 來體驗我們台灣學生的實際學科課程 下午是參與我們入民國中的特色社團 透過由上下午的課程 讓我們來訪的日本朋友 可以體驗到我們台灣國中生的生活 透過學動過程 讓學生真的感受到不一樣的文化交流 鄉川中學學生 也來表演鄉川傳統無德 以及空手倒到學穿過程 學生沒有分離我 讓鄉川交換紀念品 透過台立學校參訪交流 讓學生打開手手 接受日本文化 背影主心的國際觀 大中華新聞 林菊英六港菜訪報道 精神教育 大家可以做到嗎? 谢谢大家